印堂少女303郑乃欣被爆谎霸年龄 整容 有些东西只能说科技变发达了 上线的技术也越来越好了 内内在13年参加节目的时候 信息就是1997年6月25日升哦 为了参加创造营修改年龄 完完全全是在造谣 为什么郑乃欣改年龄呢 当然是因为营销号脑子有空啊 我所有社交软件的个人信息都是乱填的 黑子无脑喷的时候真的很可笑 不是奶奶粉丝 但感觉不是一个人哦 果然有一点名气了就会被黑 才刚成团不到一个月的印堂少女303 作品还没出来 但货币新闻确实不断 这次中招的是团里的太极成员 奶奶郑乃欣 最近呢就有网民爆料她广告年龄 说她明明是一直举五年出生 却在节目上自身是1997年出生 这大众对于这个指控百思不得其解 事情是这样的 奶奶在参加创造营2020之前 就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 当时在认证上显示自己是1995年出生 但在自己的工作账号上呢 却写上1997年 嗯这个操作嘛是什么意思呢 还是说当初的年龄只是随便甜甜的 看来也只能等原主来澄清的啦 不过也才那两年这么这么低价哦 又不是十年 另外也有网友找出貌似是奶奶以前的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她的打扮很非主流 留着大波乱发型 喜欢化烟熏装 戴着牙套 和现在的样子有些不同 让人怀疑是不是整过容了 但还是有些人认为 她只是学会了化妆和使用了滤镜 其实差别不大呀 我说网民啊 我们就不要去挖掘人家的过去了嘛 你说你敢不敢说出你想当年的照片 看看想当年那真实的老周照片 可能也会被说成整容了哦